开幕式邀请在地学区光华国小 虎山国小学生 分别表演布袋戏以及双人相声 内容皆以国、台、英语三种语言为脚本 演出生动活泼、幽默风趣 展现双语教育多元展览的成果 许县长表示 南投县是第一个通过教育部学习型城市认证的县市 这次有许多学校在各类比赛中获得奖项 借此机会颁奖表扬 教学不单只是年书、体育、音乐、文化推广等等 也都能让孩子展现才艺专长 感谢各校校长针对不同的地方特色 让孩子多元学习 113学年度第一个学期的校长会议 今天我们特别选在省政府资料馆来举办 那个场地也非常的舒适 最主要也要谢谢所有的校长 不论是在教学卓越奖或者是在防灾的有工人员 还有包括各个学校去参加各种国际性的比赛 拿到大奖回来的 我们都藉由在这里跟他们颁奖 包括像我们的制成国小 这个学校才30几人 但是可以参加我们国际性的世界的机关王大赛 拿到第三名 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这个也表现出县政府长年以来 我们在这方面的数位教学的品质的提升 尤其我们现在在透过天乡里头 我们也布建了很多的5G的教学的设备 跟这个老师的教学 现在已经来到中部第一了 这是非常的难得 那我们也会未来再继续的加强在整个的 数位教学的品质跟设备的投入 那希望让我们在这次教育处 也是我们今年也拿到了学习城市的 第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认证跟肯定 那所以我想在这方面 不只是展现出南投县的一个活力 也代表了我们未来孩子的各种不同的希望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光华国小的小朋友 用这种布袋系的表演 非常的精彩 展现了国台英语三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声的鼠来堡 这是我们的古山国小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教学 其实不一定只有念书 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文化推广 体育啊 还有包括这个音乐各种的才华 都是能够让各种的孩子呢 可以尽情的去表现 他们各自不同的一个能力 那希望呢 让我们所有的老师们 在我们的教学现场 可以更加安心的教学 让这些老师没有后顾之忧 那孩子可以充分的展现出 他们学习不同的能力 那再次的谢谢各位校长 也谢谢议会 还有立法院这边呢 有很多的未来需要他们继续支持我呢 支持我们南投县政府的 我们也会继续的请他们来协助 县议员林如阳也到场感谢校长 在第一线用心办学 她说 南投的孩子在体育课业音乐 都有不错的发展 希望校长继续支持孩子多元发展 县府提供非常多的资源 她会在议会继续支持 希望家长也都能一起鼓励孩子 让孩子更有自信 今天是113年度第一次的校长会议 那非常高兴的看到非常多的学校 我们的孩子们表现的都非常的优异 不管在南投的孩子 不管是在体育 在科业 在音乐 在美术上面 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 好的表现和发展 那也很高兴我们还有很多融合 我们在地文化 例如说像布袋戏啊 或者是相声等等传统文化的一些表演 也希望说各位校长 一起继续支持的孩子们多元的发展 那也要再次感谢 我们的许说华县长跟教育处 那对于孩子们的教学 其实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我们汰换了全部的课桌椅 那并且增设了每个班班都有大屏幕 那这次在这个台风 台风之后 那也马上的请各个学校上报 需要来协助这个安全性 有疑虑的一些情况 南投县政府都马上的协助校长 协助学校进行修缮 那也要感谢所有的学校的校长跟老师们 大家在第一线的努力 那我们会在议会继续支持我们的教育 支持我们的孩子 也希望所有的家长们跟老师校长 一起让我们的孩子 支持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们更有信心 我们也要对孩子们更有信心 我相信未来我们南投的教育 能够变得更好 再次感谢许说华县长 以及所有的校长们 校长会议除了重要教育政策宣达 以及提醒之外 推动国际教育 以及双语教育的施政理念 也是一大重点 县府邀请教育部 国际教育专案承办学校 中正大学副校长 詹胜如专题演讲 让各校在推动国际教育事务 更有明确的方向 服以县长极力推动的 国际交流理念及计划性的补助 期许让师生开拓国际事业 增广见闻与世界接轨 记者陈寅志南投市采访报道